理论上第一个跳出来应该黄国昌 因为他当时就是不支持小绿 那为什么现在支持小蓝呢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过程当中 其实里面隐隐约约的一件事情是 民众党被中国共产党摸头了吗 这是我很大的疑问 我超级大的疑问 你做这个决定到底是要当小蓝 还是你被中共共产党摸头 当然因为现在黄国昌可能因为他 可能没有公信念 因为过去他说不当小绿就毁了时代力量 现在不当小蓝也会毁了民众党吗 这也是让人很好奇嘛 只是说当初这8票全部投给国民党 是黄国昌的决定吗 还是是柯文哲的决定呢 一山泳你怎么看 这背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思维呢 对 从昨天临国陈 你陈雪生为大哥的时候 就正式宣布了民众党成为小蓝了 那个傅昆琦在司法法治委员会 然后那个黄国昌宣布了我们这8票 全部投给国民党的时候 傅昆琦还在旁边拍手 我要请傅总召拍手 不要拍那么快 因为黄国昌的四大改革方案 其中有一条叫做假释要严格审查 假释犯要把门槛提高 傅昆琦你好像也是假释犯 所以这整个就是你放弃了改革 改位置比改革重要 你现在把8席全部都给了国民党 表示你这个变成小蓝的时候 你未来这些改革方案 你还要不要继续推 你要不要给傅昆琦面子 你要不要其他的东西你要的时候 所以我们那个所谓假释犯提高门槛 就不用了 所以这个黄国昌 昨天的这些动作 这已经代表了民众党正式宣布成为了小蓝 但是我们发现昨天一个最喜欢蹭 所谓立法院声量的客问者突然不见了 因为整出戏就搞出来 明显最清楚 明显的服务处电话接不完 基层反弹 说不要让任何一席召委给民众党 那你民众党未来在立法院 你在委员会里面没有任何一席召委 你怎么办 你的提案怎么办 你的委员会的 你的立法院的委员 到底未来要不要提案 提案要不要国民党支持 要不要排到委员会去审 都需要所谓的国民党的招委支持 所以他必须把这八票 全部都投给国民党 来跟国民党讨这个人情 未来我们民众党的提案 才能透过国民党的招委 来做排案的动作 讨人情 后续就是国民党 可能要配合民众党的需求 对 可是会不会打错算盘 对 就是你就打错算盘 柯文就买什么假烤 为什么买什么假烤 因为一开始 如果你一开始 你在立法院院长跟副院长选举的时候 你就直接支持黄珊珊 等于放水韩国瑜 国民党本来就欠你人情 你就不用再去讨这个人情 国民党欠你人情 你就可以甚至那时候 副军期都说 可以给一席到两席的招委给你 那你为什么 现在让基层 国民党基层暴怒 基层愤怒的原因是 你出卖了韩国瑜 你电话门事件 你一物二卖 你一个院长同时跟民进党讨要 同时跟所谓的国民党讨要 大家才知道说 你原本原来没有支持韩国瑜 所以才导致今天 现在这个结果 原本你可以所谓 维持你政党的主体性 投给黄珊珊珊 等于维持政党的主体性 甚至要到所谓的立法院的招委 你现在整个被你 柯文哲 所谓的民众党的策略 所打翻了 那这样是代表以后 民众党跟国民党会绑在一起吗 对 现在就是说国民党 因为接着我们要谈很多的争议法案 那你民众党是不是跟着都要跟着国民党 柯文哲 不像假的情况下 就是你的招委全部投给国民党 你等于现在已经跟变成小兰的时候 你变成是 你变成是 国民党当然要支持你的法案 但是国民党会不会讨说 你也来支持国民党的法案 所以就变成是说 你一定变成是小兰的一部分 你的主体性全部丧失嘛 所以你的法案 人家是52席 你是8席 人家你换一个法案 你可能要支持国民党四个法案哦 所以这整个的状况底下 你变成是一个小兰 是无庸置疑的一件事情 而且你这一次 让所有的小草看破手脚 柯文哲为什么不敢开记者会 柯文哲为什么叫陈佩琪 把离婚的事情都拿出来谈 目的在转移焦点嘛 因为小草已经在网路上说 我们的党主席 我们的政党为什么这么做嘛 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 我们未来的主体性是什么嘛 所以难怪陈佩琪 现在要丢出离婚证书 要跟柯文哲离婚 现在民众还有什么 所谓的主体性吗 8票都投下去了嘛 所以接下来很多的争议法案 看起来民众是不是也得 投袭下去 也要跟着国民党嘛 包括我们看到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率团访中啊 昨天就跟国台办主任 宋涛会面 台湾大选落幕后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国台办主任宋涛首度见面 选在上海国王二会的 和平饭店 谈的当然是当前的两岸关系 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 与中国国民党 相向而行 这次我们在台湾的选举 虽然未尽如人意 可是我们也很明显的看出来 台湾的民意 基本上是站在我们这一边 我们也觉得非常遗憾 也许透过国台办 向家属也表达 我们抚慰的意思 我们会敦促 会监督民营党 一定要能够妥善的 处理这件事情 好我们看到 这宋涛批评民进党政府 草菅人命冷漠无情 然后在座的国民党副主义夏立言 是跟着应贺吗 他说会监督政府 妥善处理 国民党监督民进党 美美姐 现在是什么 国民党变成了共产党的应生虫吗 变成是共产党的下属 要来监督台湾吗 中国共产党有事 中国国民党就有事 马上跑去应贺背书 然后给他赞相 从裴洛西返台的时候 军机绕台夏立言去了 去年二月份的时候 间谍卫星 美国舆情大化 夏立言又去了 郭台铭想参选的时候 你记得夏立言又去了 宋涛一起来修理郭台铭 后来郭台铭就黯然退选了 那这一切到今天又来了 好中国的这个三无船舶 来这个进入我们的禁止海域 明明有问题的是 中国的船舶 你夏立言为什么在他们这个立场讲话 你知道在中国是这样 中国也打击三无船舶 中国自己的规定什么 面对三无船舶 他们是这样 发水炮 前后两船夹击 更狠 结果今天国台办 闪避三无船舶的问题 还有包括他们到底是不是 渔民的问题 还有进入我们的禁止水域的问题 结果夏立言没有帮台湾讲任何一句话 默认了 而且还说要监督政府 还有我两个礼拜前我在这边说什么 看起来他认定是我方的错误就对 对他讲那种话嘛 对嘛 因为人家骂草菅人命嘛 他说什么 我们严格监督民进党政府 还说他们是主流民意嘛 对不对 明显就站在共产党那边啊 不只是这样 我两个礼拜前在这边 我说什么 我说共产党 因为他这个是借力实力啦 玩太大了玩出人命了 他干脆就这样 抹去 不承认禁止水域 限制水域 而且我说一定到时候 他跟你说回到九二共识来谈判 有没有讲了 昨天宋涛是不是讲了 夏立言讲什么 我们遵循九二共识 我们这样子反对台独 这样来谈判 对不对 好 是不是完全唱和这一整套的这个剧本 所以我必须要讲 共产党这一回是这样 我认为他在测试台湾内部的底线 看看未来 比如说未来不只是蔡政府 未来的赖政府 你们会有怎么回应 再来看看台湾内部 有没有里应外合的力量 收集民情 如果有里应外合的力量 他跟你三下几手 第三他要看美国 所以他要看美国到底会不会 比如说有强硬的态度出来 然后台湾这边能不能团结 否则的话 各位你要知道 台湾关系法里面 美国协防的地方 没有包括外岛 他这次在金马这个水域这边 对不对 他就是要得寸进食 得寸进食蚕食策略 那一步一步蚕食的结果 我们看到是 最让我们难过的是 因为中国国民党 就这样附和了中国共产党 这会更加增加中国共产党的底气 以后他会不断的升势 不断的制造势端 然后不断的借由国民党的力量 乃至于民众党的力量 然后到时候来推推你走向九二共事 然后把它造成一个既定的事实 否论你的主权 问题是我们最大的在野党 他也应和他 所以共产党就会增加那种信心 他会继续不断的操作灰色地带 对台湾有更大的影响 现在是不是有里应外合的那种味道呢 夏立衍跑去中国去跟宋涛去印贺 在内部我们的立法委员 包括高金素媒已经排好了下周的议程了 要邀请海委会 还有陆委会就金门撞船案进行专案报告 奇怪到底是谁撞谁 还能自己翻船都还不知道 马上就取了这个名字叫金门撞船案 这个阿苗怎么样看 这个显然是有里应外合的状况吗 从这个高金素媒这样的排案 还包括紧接我们要谈到 还有中配取得我们的身份证年限缩短 这是不是一整套的一个措施呢 刚才看到宋涛跟夏立衍讲话的影片 我觉得这个很深刻的感受到 所以用他们中国人说的话 就是胳膊向外弯 金门的这件事情 当然你有人命的损失一定是遗憾 可是问题是我们的海巡弟兄做错了什么事 先讲做错了什么事情 到目前为止 所有台面上的证据的显示是 我们是执行一个合法的执法的行动 是合法的 这个三无船 不管在哪个国家 海域附近出现一定都会被查 如果没有去查的话 那个国家的海巡 私职有问题要被惩罪 对 那你想嘛 你是海巡弟兄姐妹 你在船上看到这个三无船 前去的时候 他开始逃逸 而且逃逸的方向还很奇怪 一般来说逃逸一定是要越逃越远 他往我们金门的水域那个方向跑 在进制水域内 转来转去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这艘船更加可疑 先讲在当下 这个三无船 到底是渔船 还是走私船 还是海盗船 谁知道 不会有人知道啊 船上到底是鱼 还是毒 还是枪 你知道吗 没有人知道 所以当他在这个上去 要检查他的时候 这个三无船 驳在海上急速的行驶转弯 最后翻覆 你说这能怪我们的海巡吗 如果你的答案是能怪的话 那你的立场 刚好就是跟中国的国台办 一模一样 对 那国台办也很诡异啊 三无船 怎么发生事情之后 你马上就知道那是你的船 这奇怪啊 一辆没车牌的车 在大马路上走 被警察拦下来 就有人突然跑出来说 我是某某某 这是我的车 奇怪 没有车牌 你又知道这是你的车了 莫名其妙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中国运用这个事件 现在马上他要把他 无限上钢 从单纯的海域执法事件 上钢到说变成一个政治事件的时候 我们自己家里面竟然还有人去附和他 这是让人觉得最痛心的地方嘛 今天金门地检署检察官 已经出来开过记者会 他们也已经讲了 这两位生还的渔民 其实那还是我们海巡救起来的 那还是我们海巡救起来的 竟然还要被指责说 草迁人命的莫无情 我的天啊 这不就是路边有车祸的时候 上去救人 反被指为是杀人凶手吗 竟然还有人去附和这种说法 那两位生还的 他们一个人说有碰撞 一个人说没有碰撞 现在还搞不清楚 到底有没有碰撞啊 高金素美内政委员会的赵伟 专案报告直接定题目 叫金门撞传案 对 我就真的很想问 他又知道是撞传了 他到底是中国人大的委员呢 还是中华民国台湾的立法院委员呢 怎么知道是金门撞传案 如果你要说金下海域执法意外事件 那OK没有问题啊 因为不管什么立场 大家都同意 他确实是一个意外事件啊 有人命的损失是个遗憾啊 金门撞传案 哇这个 这个已经很明显的预设立场 就预设是我们的阵 去弄他们的阵就是这样 预设立场嘛 然后接下来第二波 你要说 附中旅行团禁令要来报告啊 我想说奇怪了 台湾是没有其他的民生议题要关心的嘛 你看内政委员会 你知道有多少的民生议题 包括了我们国人最关心的 这个生育率 包括了我们青年最关心的社会住宅 这些都是跟我们下一代的未来息息相关的事情 但这个内政委员会 新国会一起手势 哇 先来讲啊 中国说你们撞传啊 你说清楚啦 中国这个我们台湾人怎么不能去中国旅游啦 你要来说清楚啦 我觉得这都是要设定议题的方向非常明显 就完全不演了 司马昭之心 直接站在中国那个立场来质疑台湾这边 司马昭之心 而且我跟你讲 各位预告啊 内政委员会是本会期最精彩 为什么 包括了中配身份连线 包括了国民党提出的不再起投票 以及国民党提出的公投法 全部都在内政委员会里面 所以这个是一个组合拳 我觉得这是个组合拳 就是说赖清德刚上台 他马上就要用各种中国的议题 一道一道出菜给你吃中国全餐 你的全部 他来讲说 你看中国现在说 你转我的船你要怎么样 中国说要有九二共识才会跟你谈 你要不要承认九二共识 然后呢 这个一下子就讲说 这个旅游团 对不对 要不要跟这个中国恢复去谈判啊 中国说要承认九二共识就可以啊 谈判你为什么不承认九二共识 马上这道菜就一道道出出来了 包括身份证连线这件事情 其实我讲很简单 在这边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 谈到外国人入籍本国 如果你从所谓的平等 歧视 人权的观点去谈那你就调到陷阱里了 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陷阱 最近我看到有句口号很文青很浪漫 他说住在台湾认同台湾就是台湾人 听起来很浪漫很大气很豪气 改一个字就好 住在美国认同美国 就可以变美国人吗 不一定 很简单一件事情嘛 你有看到说 你去美国白宫旁边举牌抗议啊 我住美国很久了 为什么没有办法让我们变美国人 我在美国住四年了 怎么还没变美国人 大家都知道要变美国人 前面程序很复杂 等待的时间很长 而且更重要的是 要变美国人之前 他还按照你的身份 把你分门别类 你有特殊专长的 你有美国需要专长的 可能快一点 你没有特殊专长的 可能慢一点 而且 有没有按照来的国家分门别类 有 也有按照来的国家分门别类 各种不一样的 所以你说 今天我们看到了 在台湾 全世界193国家 每个国家都有外配 在台湾 我有一个国家的外配会说 虽然我现在已经台湾人 可是我要让更多的 还不是台湾人的 更快变成台湾人 我有一个国家会怎么做 为什么 其他包括德国 法国 日本的外配 不会群聚来抗议说 你要让我更快变成台湾人 而且我跟各位报告哦 今天他们讲平等 对不对 说这个中配要6年 其他外配要4年 这个资讯是 一半正确 一半不正确 因为中配是4加2 6年 可是外配呢 最快 最快4年 是3加1 这到最快 最慢 3加5 是8年 3加5 是8年 所以你光是卡在年线上面 这个资讯 他就只跟你讲一半 而且他们的条件 好像不尽相同 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最严重一点是 外配变成台湾人 必须放弃原国籍 但是中配变台湾人的时候 他不需要办理 放弃原国籍 不用放弃中国国籍 这什么意思呢 一般的其他国家外配 变台湾人之后 他原来国籍放弃 比如说本来是美国人 后来变台湾人 他把美国籍放弃掉 如果说未来 他觉得台湾不好 他要再变美国人 几乎不可能 美国不会再让他回去 因为你曾经放弃过美国籍 但是如果说你是中配 变台湾的这个户籍 他们叫做户籍 不一样 然后他说 那你这个把中国户籍放弃掉 将来如果说中国对台湾 有什么心怀不轨 台湾被攻击 你随时要变成 再回去说中国人是可以的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因为你并没有放弃掉 原来的他们PRC的 这个元属的国籍 中国还是会继续承认 你是一个中国人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今天讲说 要平等的话 那直接废除两岸条例 把所有的中国人 比照外国 比照外国对 但是国民党而这样提吗 没有 国民党只想改一点 只想把六年改四年 六年改四年的结果是什么 六年改四年的结果就是 中配会成为在台湾 条件最被优待的一群外配 那这样子是否符合他所讲的 平等的主张 其实是违背的 所以这个议题 大家要从国家利益 跟国家安全的角度去看 因为这是全世界 190级的国家 在思考外国人入籍的时候 最重要的指标 就是国家利益 对 如阿淼所说的 国民党一连串的组合权 到底是在某哪一国的福利呢 是帮台湾还是帮中国呢 明显怎么看 处理这个于事奔争 金门地检署 是朝向过失杀人争办 那包括海事会主委 那个管病也出来讲 应该会朝向过失杀人争办 这也不是说媒体预测 这一两天也都这样报道 包括我的老东家 自由时报都这么报道 如果是这样碰撞的话 过失杀人是朝五年以下争办 很重 但是调查结果有可能会不一样 对那你要相信说 如果是这个真的过失杀人的话 地检署是跟对岸唱贺吗 你地检署检察官是叛国吗 应该没有人这样讲 如果要相信这个是司法 侦办我们就相信地检署来侦办 那你对夏立言你说夏立言理应外合 夏立言我觉得我刚刚一仔细看 他到底在哪里理应外合 一共用尽数查明真相妥善处理 他大概就是前后 我大概就这样子而已 也不是说你阿减罚对 我这也不对 我也觉得 我也说海巡署 我自己亲地里的警察 你指法过程中有什么碰撞的话 他有带密入器 比如说他去查酒驾 有些酒驾他就跟你炉 他绝对没有错耶 可是如果你有密入器的时候 那就可以证明说谁是谁非嘛 那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啦 我觉得说即使他们在 我觉得三无传越界绝对是错在先 可是在碰撞过程中发生人命的时候 要怎么去证明谁是谁非嘛 可是当金门递检用过失杀人侦办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真的会有一点在司法上 我们要怎么站得住脚 第一个他觉得他有直把的SOP 我也有看过他的规定 譬如说他可以喷水 那在碰撞追逐的过程中 也可以对空鸣枪 其实有各种方式 我觉得最后一个密入器 那个要处理好了 至于说我觉得说 中配这个取得国际的年限 也有人讲中配或陆配都可以啦 是这样子啦 我觉得说民营党 当然我们认为说不要歧视嘛 就是说原先是八年改六年 那如果跟外配一样都改为四年的话 我昨天听了很多 包括医生的团体在讲说 可能对健保会有影响到 老讲他依亲就是70岁以上 来依照两岸条例第16条来依亲 依亲才有省到健保 一年审查大概60个人 我就说大家认为60个人太多的话 那也可以在条件上再筛检 可以更严格一点 我觉得说对于大家比较 concern 反而在医疗资源的部分 会不会被浪费啦 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做修正 那第二个像阿苗一提到说 深圳很多绿营民众提到说 民嘴提到说要不要放弃国籍 我觉得好啊可以啊 那民党交这些陆配 怎么放弃PRC的国籍 那是要看中国 有没有办法让他们放弃 两岸毕竟是一个特殊的关系 依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它是用区与区嘛 那你除非修正变成国与国啊 所以你在现行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底下 你怎么面对这个比较一个复杂的问题 包括金门海域也是这样子嘛 他毕竟现在包括对岸是用全州副主任 老讲他是红十字会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这边包括陆委会 海事会都在谈 谈了十次了 到目前也都没一个共识啊 所以现在到底要不要口头道歉 书面道歉 我认为双方都在降温啊 你包括我甚至认为 要我们道歉不得力啦 那我们是执法啊怎么会是对不对 那过失杀人也不要办啊 所以就说两条人民 当然第一个他错在先 那如果从这一个惯例建立一个默契 如果老讲了 真的这个海巡署被判刑了 我会觉得很不忍 因为我认为他们在执行公务 那问题这个我们就先 总共国安下令说地检署不要申办了 可以这样子吗 所以我觉得现在司法归司法 人道辅助归人道辅助 政治归政治 如何从这个案例去建立未来两岸互动 包括赖清德 美眉姐讲的部分 我就一部分认同了 包括未来的陆委会主委怎么办 包括未来赖清德新任总统 我林就职演说怎么谈 可以从这个案例建立未来两岸互动的默契 不过赖清德未来四年 两岸之间怎么去互动 大概是关系 我就说你要让敌意螺旋升高 或者说建立一个默契 以后有联系管道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关键